北周宣帝与文云继位后,把放纵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后宫。他从他爹留下的妃嫔中,选出自己看着顺眼的巨为己有,过足了和自己老爹同享一个女人的瘾。而他爹欺压他多年的仇接下来,他又仇准了朝中的大臣们,将其作为自己的发泄、目标。 宣帝最出名的一个嗜好就是打人,这大概跟他小时候挨过很多打有关。他对朝中的大臣们从不以理相待,只会动辄打骂,而且一动手就要把人,打得皮开肉战才肯罢休。 他为了让大家都尝尝挨板子的滋味,孩子创了一个名,叫天杖的刑罚,大概意思是替天行杖。他在每次打人的时候,都以120杖为标准,后来嫌不过瘾,又把杖则增加到240杖。很多人都因此被活活打死。 大臣们只要一看见他,都心惊胆战,唯恐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,自己。宣帝高过其他前辈的一点,就是他同时立了好几个皇后,还把他们封为天元大皇后,天右大皇后,天左大皇后等,这些奇怪的称呼也成为后世的笑柄。 他的后宫家里三千,皇后也四五个,就算是这样,他也依然色心不改,还看上了自己侄子宇文文的老婆御池氏。 有一次朝会的时候,宣帝就借机把御池氏灌醉,并让他留在了宫中。他见侄媳妇醉得全身贪软,色心顿气,就把他奸淫了。 这件事很快传到宇文文那里,他不仅觉得自己脸上没光,更丹,心的是宣帝因为想霸占御池氏,而做出斩草除根的事。 于是宇文一家造反,怎料但却以失败告终,宇文文是不仅赔了夫人,连性命也赔了进去呀。